冯小刚《手机2》遭崔永园炮轰,还没开拍票房就以新制度明了。 众所周知冯小刚导演的作品在电影界还是有一定声望的,即发华之后,人们都在期待冯导的下一部作品时,今天他又宣布了新电影《手机2》将启动的消息,并称,15年过去,老有重逢温故之心。 15年前,一部手机获遍大江南北讲述了因为一部手机而引发的家庭战争,网友们对手机1的评价是真的很生活,很骨感,很人性,该片批判男人因谎言而付出巨大代价。 现在去看,也能有所触动,因为这就是生活,离我们很远又感觉离我们很近。 有人欢喜就有人愁,冯小刚只要每次出点心动静,就必定会在圈内引起战争,这部,昨日零点刚过,知名主持人崔永元就在微博炮红冯小刚及编剧刘振云,称,都知道冯小刚是渣子,没想到刘振云变成渣子的速度也这么快。 并配有和刘振云对话截图。 就在人们纳闷为什么崔永元能这么大张旗鼓地骂冯小刚时,持瓜群众就爬出了他俩之间的恩怨纠葛,而且崔永元当时被这件事伤得一度抑郁,时隔多年,没想到冯小刚再次进行。 揭开自己的伤疤,这场战争没完没了了。 事实就是,当初冯小刚在筹备这部电影时,刚好崔永元主持的节目《实话诗说》正在热播,冯小刚还一度去请教崔永元作为主持人应该注意一些什么细节,并且了解了《实话诗说》的整个流程。 因为电影中的男主人公就是一位主持人,后来电影播出后,手机零男主演手艺的《友谊说》一节目照搬了电视节目《实话诗说》,先前却没告诉崔永元。 电影剧情,而且似乎还存在主人物之间的映射,崔永元算是被冯小刚坑了。 剧中演手艺因为一部手机被发现出轨,当时这种题材的电影狠狠地敲打了中国男人的惯性毛病出轨,那时候很多观众都把崔永元和剧中人物演手艺联系到一起,尽管冯小刚和刘振云都坚决否认,但崔永元仍表示, 如今我出去,还有人说我是友谊说意的支持人,严寿一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多麻烦,还因为此时一度抑郁,难怪会骂冯小刚时渣。 不过这次刘振云回应崔永元手机二,是以朋友圈展开的故事,与您现在的职业没有任何关系,意思并不打算对崔永元进行。 其实崔老师这次如果不发微博,有很多网根本不会知道这件事,甚至对于冯小刚的手机二也没有那么期待,这次既炒作了自己,也把这部电影推到了风口浪尖,让一众网友都很好奇,到底什么样的剧情能让网友那么入戏,甚至映射到其他人身上,出于一份好奇心。 这部电影的关注度就不会少。 2003年,冯小刚执导的手机上映,当年拿下5600万元的票房,成为当年的票房冠军。 其中,范冰冰凭借5月1角,拿下第2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,从而更加受到电影圈的注意,这一次又是原班人马回归,再加上崔永元这么一闹,还未开拍,票房就以新制度明了,这么说来,冯小刚还得感谢崔永元这番折腾啊。 不过这次冯小刚完全可以避开矛盾,但为了噱头,为了商业利益又不得不叫手机二,所以特别理解崔永元骂人,将还是老的辣。 目前冯小刚还未对崔永元的套红做出回音,不过吃瓜群众早就坐不住了,纷纷力挺崔老师,给出的评论也是相当有道理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